所以我們看四大兩商 剛剛其實剛剛花很多時間講ADM ADM在研發非常下功夫 所以這個生殖能源 全球第一體牌 不是能源公司 是四大兩商的ADM 另外這個邦吉 當然是一個政商關係 他去殖民南美 殖民阿丁美中 所以他的政商關係 但是非常非常的好 這是一個是研發 一個是管農場的 另外美商家吉 家吉有全球最大的農糧運輸團隊 光是這個散裝貨人 大型的就是400多艘 這個400多艘 大概中國全國加起來 也沒有400多艘的運輸船 可是美商家吉 就擁有那麼大的一個運輸船 所以有人負責上游 有人整合中游 有人負責下游 但他們互相都有跨足彼此的業務 可是在主要當中 形成一個非常完整的拖拉斯集團 因為拖拉斯就完全的 壟斷了全球的一個農糧交易 我們現在的廣告 華為進步做掌握跟觀察 好 我們看這個四大家族 目前在中國 這四大農糧集團 在中國怎麼樣布局 這個我們看一下 包括這個法商路易達夫 它是四家裡面最小的 可是年一收大概也快一兆台幣喔 它目前是中國最大的棉花供應商喔 它雖然在黃豆玉米小麥 打不過前面三家 其實他們沒有打來打去的問題 他們互相結盟喔 所以它現在在棉花當中 是成為一個重要的一個 中國最大供應商 刀庫了2003年喔 這個目前營收已經超過16億美金 而且在東北的糧倉喔 另外法商加急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這個尼克森去簽公報 這個簽公報之前先給加急看一遍 欸 我先進去喔 所以在目前中國已經開了34家 獨資跟合資的一個企業 包括了飼料 蛋白質 植物油 化肥等等 加急已經打得很深喔 那邦奇更不要講 邦奇是中國現在最大的一個 大豆的加工廠 那美商ADM 這大家很陌生的品牌 叫金龍魚沙拉油 我們知道我們很多大陸觀眾 一聽就叫金龍魚 大陸金龍魚在大陸的沙拉油市場 因為中國人都喜歡用沙拉油炒菜嘛 大概佔去1 3多的市場 金龍魚的品牌在大陸是第一品牌 沒有第二家 像台灣沙拉油什麼統一 大臣啊 一大堆 台唐啊 大陸沒這回事 大陸只有一個品牌就叫金龍魚 而金龍魚的品牌就是美商ADM控制了 欸 蔡口其實比台灣更嚴重了 這個雖然這個四大糧商在台灣布局 雜力很深很深 台灣的雞 豬 牛 基本上四大糧商控制他們吃什麼 所以今天四大糧商說 明天台灣雞吃蘋果 我們明天雞蛋就有蘋果味道 明天台灣的豬吃這個木瓜 明天我們吃的豬肉就有木瓜味道 再牛奶喝這個巧克力 明天我們就有巧克力牛奶 其實四大糧商已經完全把台灣掌控住 可是在中國的著力更深欸 這個你怎麼都觀察 這個四大糧商為人詬病的地方有幾點 第一個就是他控制了全球的供應鏈產業鏈 然後很重要就是他特地的在幾個避稅天堂 像維爾金群島還有新加坡 那個地方幾乎都沒有稅 設立了一些公司 然後把他的全球的利潤極大化 極大化以後企業賺錢 但是沒有繳什麼稅 然後我們看一下 以這個我們A公司來看 他就跟在新加坡你這個豐益集團 新加坡有一家叫豐益集團 共同的成立了金融魚 那中國有兩大的這個糧油 就是像沙拉油食用油的這個廠商 一個叫做狐林門 另外一個就是金融魚 那這個ADM 就是跟這新加坡的豐益集團 成立了這個金融魚 那這個他們切入的時間點都很妙 他們眼睛睜亮了就好像突嬰 糧食的突嬰看全世界哪個地方有危機 2004年的時候中國出現了這個大豆的一個危機 那70%的產業停工了 停工來的時候哇這好機會啊 危機入市 對 就這個把這些的企業全部都收購了 蔡總科2004年那個大豆危機是 其實美國芝加哥搞的鬼 那時候大豆狂飆 對 就中國經常買大豆 就大豆崩盤 結果後來中國70%的大豆製造商 全部破產 破產之後ADM進來買 對沒錯 所以收購了這個中國的這一些 這個食用油的加工的這個糧商 然後這個地方不管這個是福利門 或金融魚 尤其金融魚就是開始壯大 壯大了以後就控制了 所以不要看中國 你說中國有什麼大豆 是有時候是自給自主 但中國80%的這一些的糧油的話 是控制在四大糧商 所以有人形容說說中國他們吃飯連炒蛋的用的油 其實這個定價權都是在四大糧商 所以這個這種動作就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未來面對的四大糧商 它必須要有一個國家發展的策略 你如何有自己的一個供應鏈 有自己的糧商 更重要你要有自己的一個定價權 對 這個都是形成了 未來中國糧食政策的挑戰 林光奇這樣看起來 其實四大糧商打中國 這太輕鬆 像ADM剛剛其實上舉的例子 2004年 那個全球的黃豆價格忽然飆漲 中國嚇死趕快去追價 一追價之後哇又大跌 這跟莊家主力坑散戶一樣 中國的食品廠就是散戶 而莊家找個ADM 在ADM一家出動 就把中國的黃豆廠商全部一波擺平 七成的這個大豆廠商破產 不是被大陸的中央集團 國有集團收購 就在ADM來撿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中國 不要講台灣了 你中國一點抵抗的能力都沒有 現在已經完全的扎死了 這怎麼辦 基本上全世界的大宗物資原物料